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四人正在殡仪馆打麻将 却被殡仪馆老板赶走 还问他们肩膀栓不栓的电影 秀荣是一个性格孤独的女孩 从小被尖栓刻薄的舅舅舅妈收养 在舅妈的扎纸店干活 长期被舅妈压榨劳动力 做饭、洗衣、脱地、加上送货 全部都是秀荣一个人的事 隔壁的殡仪馆就是他们的大客户 秀荣天生就拥有阴阳眼 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经常生活在恐惧之中 性格孤僻,不爱说话 根本就没有朋友 唯一的朋友就是巷子里的一只黑猫 她给黑猫取名叫小白 秀荣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去巷子里跟小白见面 还给她带好吃的 秀荣照常给殡仪馆送货 小小的身躯扛着一个大的纸房子 舅妈却只是在一旁不断地吹蜀 还骂她笨手笨脚 秀荣只是一声不吭,埋头做事 舅妈之所以今天跟秀荣一起送货 是因为她今天跟殡仪馆的员工 约好了一起打麻将 待几人坐定,牌局正式开始 结果第一把牌就非常邪门 脑头天虎十三腰 其他山人的牌也都是十三腰 而且还无端端地夺出了一张白板 舅妈盲说牌弄错了 这局不算 而天虎的人则愤愤不平 殊不知 有四只飘飘正跪在他们的肩膀上 看他们打牌 拆打了梅医会 舅妈就感觉这的肩膀很酸 此时,殡仪馆的老板走了进来 面色临重地看着打麻将的一群人 突然大声说道 你们一群烂毒鬼 难道你们肩膀不拴吗 此时,灯光开始闪烁 其他人根本就看不到肩膀上的飘飘 老板的一番话 也让大叔很害怕地看着周围 另一名大叔很明显是被附身了 开始不断地傻笑 这时大家才感觉出了不对劲 忙不爹地赶紧跑路 只有舅妈还浑然不知 还生计大家为什么不打了 另一边 秀荣又很用爱心地 在巷子里喂养流浪猫小白 此时,过来一个低着头戴着眼睛的男人 秀荣好奇地看了一眼 却突然害怕了起来 原来,在眼睛男生的电线杆旁 站着一个飘飘 秀荣害怕地撇过头 拥有阴阳眼的她 时刻都受到飘飘的惊吓 第二天 秀荣正在扎紫店工作 舅妈可能是因为 昨天麻将没打过瘾 一脸尖酸科普的褶色样 吐槽秀荣中的扎紫浪费质 此时,一个珠光宝气的太太走了进来 舅妈立刻笑脸相应 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店里的产品 秀荣好奇地看过去 又立刻离开了目光 原来,夫人在后面一直站着一个老太太飘飘 秀荣很是害怕 紧摇嘴唇再不敢多看一眼 夫人似乎对店里的东西都不满意 舅妈忙把它带到楼上 有舅舅向她介绍最新的产品 可小小的扎紫店 实在难入夫人的贵眼 借口明天会给他们打电话 就离开了扎紫店 待夫人走后 舅妈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 吐嘲妇人,寒酸十足 吐嘲之后 舅妈就准备捐大麻将 临走时还嘱咐丈夫 千万别让秀荣再去后巷喂猫 弄得周围张兮兮的 出门的时候 更是不小心提翻了秀荣准备的猫娘 到了晚上 秀荣拿着两个职人 又去给殡仪馆售货 而她的身后 却有两双脚正跟着她 秀荣加快脚步 身后的人也加快脚步 秀荣突然站定 猛地转身 却什么也没看到 直至地上留两双绣花鞋 就在秀荣惊魂未定的时候 身后突然有人拍她肩膀 下的秀荣面容失色 原来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见秀荣面相不好 就主动伸手要帮她拿东西 可秀荣却私私地抓住东西不放 因为她看到 有一只手正放在工作人员的肩膀上 吓得不敢动弹 有阴厌厌的人的人生真是苦逼 接下来的几天 舅妈照常每天都出去读钱 秀荣者每天都到后巷去喂猫 这可是她唯一的朋友 除了喂猫就是做指人 搬货 生活毫无乐趣和追求 这天舅妈又输了钱 她已经连续输了很多天 郁闷的一个人在街边小摊上吃东西 此时 旁边中两个银钱的人正在讨论银钱的方法 原来他们在家种了猫 就是把一只活生生的猫 抓起来放进棺材里 猫就会在棺材里不停地抓 这样就能抓钱回来 这番话引起了舅妈的兴趣 为了改运 她决定试一试 于是在回家的路上 到处寻找着猫咪 正好看到了秀荣养的黑猫 舅妈立马把猫抓了起来 黑猫脖子上的铃铛都挣扎掉了 之后 舅妈急忙回到家 黑猫还在不停地挣扎 秀荣只能躲在一旁 非常无助 对于舅妈 她无能为力 舅妈让舅舅搬带棺材 强制把黑猫放进了棺材里 秀荣害怕极了 确实哭也哭不出声音 直到舅舅用钉着把棺材钉上 猫咪挣扎的声音才小了些 随后 舅妈把关着猫咪的棺材 供奉了起来 就像招柴猫一样 所有的重猫就算完成 可怜活生的猫 只能憋死在棺材里了 果然冲那之后 舅妈的赌运越来越旺 逢赌必赢 舅妈开心地和乌龙嘴 乐滋滋地说着手里依赖的钱 另一边 秀荣不死心地跑到箱子里 寻找小猫 却只见到小猫的铃铛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 猫咪已经凶多吉少 握住铃铛不住的流泪 突然手中的铃铛 不说控制地摇晃起来 秀荣的眼睛也发生了变化 月亮诡异地闪烁 不多久 秀荣就被黑猫复了身 被复身的秀荣 开始了复仇计划 这边 舅舅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起了一阵迷雾 一个妖娱的女子出现在路边 吸引着舅舅跟她一起上了楼 而那只黑猫正趴在一张椅子上 秀荣也变得跟猫一样 像猫一样流动着身躯 而远处 吸引舅舅的女郎 也像秀荣一样 作者同样的动作 舅舅被吸引得无法直拔 就着她正成精彩 这美好一幕的时候 女郎突然变脸 变成了一只火生生的飘飘 吓得舅舅魂飞魄散 立马拔腿就泡 刚才明亮的污脂 也瞬间变得黑暗 回到家的舅舅 立刻用柚子也冲水 全身上下不停地扫 而秀荣折住了一旁 面无表情 一声不吭 为玩具猫带上铃铛 还特意捡了一块老鼠肉出来 喂给玩具猫吃 玩具猫也象征性地回应了一下 不多久 赢了很多钱的舅妈 高高兴兴地回到店铺 叫了很多遍的秀荣 可秀荣完全就没有理睬她 舅妈很好奇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秀荣却突然抓了一把舅妈的手 跑开了 生死的舅妈急忙追上去 却发现 众猫的神尾已经乱七八糟 猫也不见得踪影 只是舅舅听到动静 也从楼上下来 正想和舅妈说自己撞鬼的事 却发现 舅妈被抓伤的手已经开始溃烂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只能先处理伤口 而此时的秀荣已经快速换装 正躲在暗处观察着他们 这天 店铺刚刚关门 却传来了敲门声 舅舅不赖烦地打开门一看 却什么也没看到 只听到一声猫叫 刚回到屋内却发现 上次那个女郎的披肩正放在桌子上 灯也在这时全部熄灭 舅妈也在这时回到店里 看到黑心马虎的 还以为是舅舅没交电费 而那只黑猫 则趴在某个地方看着她 此时灯也亮了 秀荣出现在他们面前 唯唯诺诺地说着 该吃饭了 两人坐下后 舅舅好心叫秀荣过来吃饭 可舅妈不肯 她怪秀荣 放走了她的招财猫 害她说了不少钱 罚她没饭吃 一旁的玩具猫 则一脸诡异地看着他们 两人吃着吃着 舅舅突然从嘴里拿出什么东西 秀荣嘴角也怒出一丝 不易察觉地微笑 舅妈嘴里也发生了一样 两人开始呕吐 吐出了一堆毛茸茸的东西 人也开始难受起来 这时秀荣拿出两个 已经做好的纸扎小人 转过身 竟是舅舅和舅妈 两人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污吏地瞪大眼睛 现在他们已经转移到了 纸人身上 诡异的皮肤就如同纸人一般 秀荣把两人搬到门口 拿着蜡烛点燃了纸人 纸人逐渐化为灰烬 秀荣终于笑了 他的身后正是舅舅和舅妈的尸体 而秀荣的影子 则变成了一只猫 出来混 时照是要还的 人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甚至去信一些片门的方法 最终却害了自己 君子矮财 取之有道 片门的东西 只能给你一时的快感 等你陷进去之后 就是无底深渊 事实是 因是因 果是果 做人千万别欺骗自己的良心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舌头